我是Mr.Tong 他们通常就叫我Tong 在超市里面做一个 购买的一个主管 当时是因为我去 LICT Mall那边 shopping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到这一个地区 然后觉得这个地区的环境 跟我之前本身想要的 那个概念就是很接近 当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 感觉上它整个layout 跟整个楼层 就感觉上很高档很gland 然后最重要是发展上 设计到感觉上很通风 就是早上太阳升起 或者太阳西下的时候 整层楼整个建筑 都不会感觉上很温热 它每一层楼 只有8个单位而已 就是8户人家而已 parking的车的那个位置 是在P4四楼的 所以我下去这个停车场 也比较方便 当我一进来的时候 中间是客厅 然后我的左手边 是那个我本身的主人房 然后右手边是有两间空的房间 而我选择这样子的设计是因为 之前我也本身有住过就是 它把那三间房子是规划在一起 然后感觉上那个灯光 跟一些阳光的光线 也没有这么光亮 会比较暗一点 这个clear2呢 其实它的设计就是 跟我之前住的家是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clear2它本身是四四方方的这个东西 也比较我们方便 摆设东西 和你自己的这个取控 跟我之前的家或者其他单位就是说 有很多 弯来弯去的家 就比较 很难去摆设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在这个clear2里面 是很适合大众化的一些选择 当我还没有开始做设计的时候 它本身的颜色都是浅灰色的 所以当我在设计这间家的时候 我也把一些木色跟一些浅灰色的这个概念 融合在一起 这个木色的东西是很接近我们 我这个单位外面看上去 就是有那种树林的东西 就配合这个概念呢 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家设计成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朴素跟一些简易的风格 这个家每一个地方我都感觉到很舒服 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在客厅 因为我的客厅外面看上去就是有泳池 有那个树林 所以这种的感觉 给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的一个 一个感觉 而我本身在主人房 我有做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座子 那个是因为方便有时候我要上网 或者看下一些连续剧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在同时 在那边在工作 最重要我很喜欢这个主人房 是因为他看外面看下去呢 全部是一些树林的一些树叶的东西 给我感觉像是信广神仪的这种感觉 这边交通四通发达 去到这个我的工作地点呢 大概是需要25分钟 这个45分钟就能够到达我的家乡斯人班 在当时我compare了几个地方之后 反而觉得这个地方是最适合我自己本身要的那个目标 除了大自然之外 然后医院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其余的就是这个 这个Clear2的这个隙子比较靠近这个 shopping mall 所以有什么东西需要我都可以 跑路就可以去那个 city mall 这边买东西 大家就以为是说这么练的这个发展商的这个单位 其实是价格应该是很高 其实它的价格都是在50万以上 然后以compare其他的发展商的话 它有很多 facility 有泳池 有 gym room 有 Sona 有一些小孩子玩乐的地方 然后假如在泳池方面 你在游泳的时候呢 它的隔壁就是一些树林 就感觉上你在游泳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有这种大自然的感觉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 Sona 出来的时候我感觉上我很精神 因为已经出了一身汗嘛 以compare其他的发展商的话 它有很多 facility 但是它每个月的 maintenance fee 也不会太高 我本身认为是很 ok 的 年轻人 中年人 或者一些退休人士 都可以购买这一 part Clear2的隙子的单位